弟兄,怎么样?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现在通过这个教会在线的方式 问候大家平安是多么的困难啊? 现在通过教会在线的方式 向大家问候平安是多么不容易啊? 因为这个2020年实在是不够平安。 因为这个2020年实在是不够平安。 美国的疫情已经突破了600万的感染人数。 美国的感染人口已经超过了600万。 不仅有疫情、有灾情。 不单止有疫情、有灾情。 如果有孩子的或者有孙孩的父母或者祖父母。 如果有子女和有孙的爷爷妈妈和爸爸妈妈。 大家会感觉到这次9月份已经进入了。 现在9月份已经进入了。 孩子们要上学了。 小孩要上学了。 在加州孩子又不得不再线上学。 在加州有小孩又不得不在线上学习。 所以你一方面要照顾孩子,一方面要照顾学校里面的事情。 你一方面要照顾小孩,一方面要照顾工作上的事情。 所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你的行事率上面, 你加的东西越来越多? 所以大家有没有觉得到你的行事率上面加的东西越来越多呢? 就好像一个人跑步一样的,已经上了跑步机,没有办法停下来。 就好像一个人上了跑步机,没有办法停下来一样。 不管外面有多大的困难,我必须要去跑。 不管外面有多大的困难,我都要不断地跑。 而且是越跑越长,而且是越跑越长,甚至是越跑越快,甚至是越跑越快。 我告诉你,这都是因为我们的节奏出问题了。 我告诉你,其实都是我们的节奏出了问题了。 在这个日新约翼的时代,在这个日新约翼的时代, 我们不可能在不断加快的跑步机上不断跑下去的。 我们也不可能在一个不断加快的跑步机上跑步。 我们也不可能躲在家里面,什么事都不做。 我们也不可能躲在家里面,什么事都不做。 我们必须要思想我们信仰和生活的节奏。 我们必须要思考我们信仰的节奏。 如果我们的步伐和节奏出问题了, 我们的生活和生命的平安就会有问题。 如果我们的节奏有问题, 那么我们的生活和平安都会有问题。 当我们经历不平安的时候, 我们就要好好地思考我们的节奏了。 当我们经历不平安的时候, 就要好好思考我们的节奏了。 就好像一个鼓手。 就好像一个鼓手。 它不可能左手和右手打出来的节奏不一样。 它不可能左手和右手打出来的节奏不一样。 如果不一样,就是混音,就是乱音,而不是乐章了。 让我们今天走进马太福音十一章的一段经文。 让我们思考在这个老苦又丹中丹的记者里面。 让我们思考在一个老苦又丹中丹的柜子里面。 不要忘记主耶稣是什么样的主。 不要忘记主耶稣是怎样的主。 祂是希望我们如何进入到祂的节奏里面。 祂是希望我们怎样进入到祂的节奏里面。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那是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 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 二十六节,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事如此。 二十七节,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父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子是的,没有人知道父。 二十八节,烦劳负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借女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二十九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父我的厄,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三十节,因为我的厄是容易的,我的淡子是轻审的。 我们要注意这个地方有讲那个那事和这些事。 我们要注意到这个地方讲的是那事和这些事。 我们读一节经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上下文。 我们读经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上下文。 原来讲的是耶稣责备那不悔改的城。 原来是耶稣责备那不悔改的城。 这是上文二十到二十四节所谈到的。 这个是日二十到二十四节讲到的一个经文。 其中比较经典的,大家比较熟悉的是这一段。 其中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这一段。 哥拉逊啊,你有货了。 哥拉逊啊,你有货了。 伯塞大啊,你有货了。 伯塞大啊,你有货了。 在你们那里行过的神迹。 在你们那里行过的神迹。 如果行在推罗和西顿。 如果行在推罗和西顿。 他们早已披马蒙灰悔改了。 他们早已披马蒙灰悔改了。 这是耶稣责备那不悔改的城。 这个是耶稣责备那不悔改的城。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八月底的时候因为湾区有大火。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八月底的时候因为湾区有大火。 空气的质量非常糟糕。 空气的质量非常差。 我们每个人都是蒙灰的感觉。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灰的感觉。 有的人因为不得不疏离出去。 有的人不得不疏离出去。 所以在车子上就是古作茅台。 那个时候我们特别有一种感觉。 神让我们来披马蒙灰了。 我们那时候有一种感觉就是神叫我们披马蒙灰了。 所以两周前我们不断地做悔改的祷告。 所以两周前我们不断地做悔改的祷告。 颜牧师和尼牧师在凌晨灵量里面也谈论这样的问题。 颜牧师和黎牧师在灵神灵量里面都谈论这个问题。 我们说要悔改。 我们说要悔改。 指的是要转向我们的神。 自己是要转向我们的神。 那么我们的神到底是什么样的神呢? 那到底我们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呢? 那我们继续看下文。 我们继续看下文。 我们看第一点。 我们看第一点。 耶稣是启示的主。 耶稣是启示的主。 我们要看见恩典。 我们要看见恩典。 我们注意看这段经文是怎么讲的。 我们注意看这段经文是怎么讲的。 马太福音当中有很多是可以对比的名词。 马太福音当中有很多是可以对比的名词。 这个地方提到了藏起来和显出来。 比如说这个地方提到了藏起来和显出来。 我们这个就想起了我们可能喜欢跟自己的孩子或者是跟自己的孙子捉迷藏的故事。 除了讲这个藏起来和显出来。 除了讲这个藏起来和显出来。 这个地方又特别提到了聪明通达人和婴孩。 这个地方也特别讲到聪明通达的人和婴孩。 我们要知道这个地方的聪明通达人。 我们知道这个地方的聪明通达人。 其实是自以为聪明通达的人。 我们今天谈到的主题是节奏和平安。 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是节奏和平安。 我们开始也用到的比喻说我们人生好像在跑步。 我们开始也用了这个比喻说人生好像在跑步。 大家是否注意到我们很多时候自以为聪明的人。 大家有没有想到我们很多时候自以为聪明的人。 有时候是跑错了跑道还自以为正确。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 2013年4月28号。 2013年4月18号。 在英国的北部有一个马拉松的比赛。 在英国有一个马拉松的比赛。 在这个马拉松的比赛当中,组委会的标志不是特别的清楚。 在这个马拉松比赛上面标识不是很清晰。 在后来第一名的人呢,其实就第一个跑到终点的人。 第一名是第一个跑到终点的人。 但是第二名的人,他把标志看错了,他跑错了。 他跑错了就算了,所有跟在后面的人全部跑错了。 跟在他后面的人全部都跑错了。 所以一共有4998个人跑错了赛道。 所以总共有4998个人跑错了赛道。 最终每个人都少跑了264米。 最终全部人都跑少了两百多米。 所有人的成绩都不算。 所有人的成绩都不算。 当然了,只有这个第一个跑出来的人是对的。 当然只有第一个跑出来的人是跑错了。 所以尽管是我们知道在这次组委会的标志上是有失误。 虽然我们知道这次是组委会犯的错误。 但是我们看到很多人确实跟错了。 但是我们看到很多人是跟错了。 在现实生活中正是如此。 在现实生活中也都是这样。 我们自以为自己是聪明通达的。 我们自以为自己是聪明通达的。 但往往被别人带错了方向,跑错了跑道。 但是往往是被人带错了方向,跑错了跑道。 我们人生的跑步一定要在正确的跑道上,朝正确的方向上跑。 我们人生的方向一定要走向正确的跑道,跑向正确的方向。 不能自以为聪明。 不能自以为聪明。 我们天地的主,他可不像组委会那样的犯错误。 我们天地的主是不会像组委会那样犯的错误。 这个地方提到了婴孩。 这个地方提到了一个婴孩。 为什么自己向婴孩就显出来呢? 为什么向婴孩就显出来呢? 因为婴孩根本就不知道方向。 因为婴孩根本就不知道方向。 他只知道单纯的信任并依靠父母。 他单纯就依靠父母。 他单纯的跟着父母或者是信任的家人后面。 他单纯就跟着父母或者信任的人后面。 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夫啊天地的主。 所以耶稣在这里说,夫啊天地的主。 他说我感谢你。 他说我感谢你。 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讲,我们要像婴孩一样。 所以这个地方说,我们要像婴孩一样。 单单的依靠天父。 单单的依靠天父。 单单的被他引领。 单单的被他引领。 我们看主耶稣是如何启示他自己给我们的。 我们看主耶稣是怎样将他自己启示给我们的。 我们看27节的经文。 我们看27节的经文。 我们来这里面看看,这里面包括了三层意思。 这里面包含三层的意思。 第一个是在这个分号之前。 第一层意思是分号之前。 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 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 这跟主耶稣所讲的一切的权柄都是在我这里。 是一个意思。 这里和耶稣说一切权柄都是在我这里是一个意思。 所以我简单地说,所有的权柄All in one。 这里讲话所有的权柄All in one。 所有的权柄都是父已经交给子了。 所有的权柄主的父已经交给子了。 然后第二段。 第二段。 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 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 他这个地方指的其实是一种道成肉身的one to one。 其实这层意思是指道成肉身的one to one。 耶稣基督是从天上下来道成肉身进入人类历史。 主耶稣是从道成肉身进入人间。 他是遵从了父神的差遣来道世上。 他是遵从父的差遣来道世上。 没有父就没有人知道子。 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 第三段。 第三段。 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 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 我把这个地方开读为唯一的道路。 我把这个地方改革为唯一的道路。 only one。 only one。 耶稣说我是唯一的道路。 耶稣说我是唯一的道路。 他是道路,他是真理,是生命。 他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 这段经文讲得很清楚。 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 这段经文讲得很清楚。 他说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 这个地方指示的意思其实就是他愿意把自己的意显出来。 这个地方指示的意思是他愿意把自己显然出来。 所以这个问题就摆在我们面前。 所以这个问题就摆在我们面前。 圣经是神把自己启示出来所写出来的话语。 圣经是神指示出来,默言出来写成的一个话语。 神的话语已经写在圣经上,我们能够看得见吗? 神的话语已经写在圣经上,我们能够看得见吗? 我们不只是肉体的眼睛看见,关键是心灵的眼睛要打开。 我们不单只肉体的眼睛而看得见, 关键是心灵的眼睛而看得见。 如果我们的眼睛没有打开。 如果我们的眼睛没有打开。 主所启示对我们来讲就是隐藏的。 主向我们启示的就是隐藏的。 如果我们的心灵的眼睛打开。 如果我们的心灵的眼睛打开。 主耶稣启示出来对我们的东西就是显出来的。 主耶稣向我们指示出来的东西就显然出来。 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到英文有一个词叫做grace。 我们现在就想到英文有一个词叫grace。 我们粤语部也有姊妹的名字叫grace。 我们粤语部也有姊妹的名字叫grace。 grace的意思就是我们有一些东西是自己不配得着的,但是得着了。 grace的意思就是我们有些东西是自己不配得的,但是我们得到了。 你看主耶稣在这个地方启示,讲了几句话。 你看看主耶稣在这边指示的讲了几句话。 无论是讲所有的选宾,一切所有的父教父给他。 无论是一切所有的或者父交给他的。 除了父没有人知道他。 除了父没有人知道他。 除了他和他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 除了他和他愿意所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 没有一句是关乎我们人靠自己的努力可以换得的东西。 没有一样东西是坏人可以自己的努力换来所得的东西。 这是关乎神的grace。 这个是关乎神的恩典。 grace就是恩典。 grace就是恩典。 我们继续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七章的两段经文。 我们继续查一下马太福音第七章的两年经文。 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很多对比的地方。 我们在这个地方也看到很多对比的地方。 第一个关于门,谈到了有窄门,有宽门。 第一个关于门,有窄的,还有有阔的。 谈到这个路有大有小。 路也都有大和小。 谈到这个人有多有少。 人有多也都有少。 谈到结果有灭亡有生命。 结果有灭亡和生命。 然后再看看它这个关键的动词是什么。 关联的动词是什么呢? 一个是进去,一个是找到。 一个是进去,一个是找着。 这个好像没有讲进去和不进去。 这里没有讲进去和进去。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是告诉我们这个找找是多么的重要。 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知道,找到是多么的重要。 为什么找到是很重要呢? 因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它讲的这个路是小的,门是窄的,不容易找到。 它这里讲到门是窄的,路是小的,不容易找到。 我们熟读圣经的都知道。 我们熟读圣经都知道。 这个地方的窄门其实指的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通过耶稣基督就可以进入生命的门了。 我们通过耶稣基督就可以进入生命的门。 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 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 没有人不通过它能够进到腐纳里去。 没有人不通过它能够进入腐纳里去。 但是这个门是窄的。 但是这个门是很窄的。 门是窄,窄的就相当于这个图片。 窄就好像这个图片一样。 我们知道当一个门很窄的时候,你如果是负重进去是进不去的。 我们知道如果一个门很窄,你负重进去,你是进不去的。 你只要把自己身上不属于自己的那些重量东西一个个地卸掉以后,才可以更好地进去。 你只要当不属于自己的重担,一个个地卸掉了,才可以进去。 它不像了很窄的门。 它不像很窄的门。 窄的门其实不需要寻找。 窄的门其实不需要寻找。 多数的人都会发现。 多数的人都会发现。 多数的人不仅发现,而且都已经进去了。 而且进去的也多。 而且进去的也很多。 但是窄门对于我们来讲,首先是很难找到。 但是窄门对于我们来讲,首先是很难找到。 你要知道窄门进去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可能是车着才能进去。 你知道有时候窄门,有时候要通,挤住身之后进去。 你自己进去以后,然后才教你的家人一个个地进去。 你自己进去之后,然后再叫你的家人一个个地进去。 然后再可能带你的朋友一个个地进去。 然后带你的朋友一个个地进去。 窄门是天国的门啊。 窄门是天国的门啊。 找到的人不多。 找到的人不多。 所以当我们看到耶稣是如何启示这个窄门给我们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耶稣是怎样启示这个窄门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如果看见就知道这真是神的恩典。 我们看到的时候就知道这个真是神的恩典。 刚才说了耶稣其实是启示我们的主。 刚才说到耶稣其实是启示我们的主。 我们现在谈耶稣是呼召我们的主。 我们这里讲一下耶稣是呼召我们的主。 耶稣已经把窄门启示给我们了。 耶稣已经把窄门启示给我们了。 已经显出来了。 已经显出来了。 我们就应该像孩子一样的接受他的呼召进入窄门。 我们就应该接受他的呼召进入窄门。 我们看耶稣是怎么呼召的。 我们看耶稣是怎样呼召的。 28节和29节。 28节和29节。 这个地方耶稣讲了呼召是两点。 这个地方耶稣讲到呼召是两点。 第一个是关于方向到我这里来。 第一点是方向到我这里来。 Come to me。 第二个是关于方式。 第二个是关于方式。 付我的饿学我的样式。 付我的压学我的样式。 饿是什么呢? 压是什么呢? 饿是一个把两头牛加在一起的一个横梁一样的东西。 压是将两个牛的头架在一起的一个横梁的东西。 饿加在牛的肩膀上。 让这两头牛可以以相同的速度和相同的方向往前面去前行。 压可以令两头牛以相同的速度和相同的方式向前行。 主耶稣在这个地方其实是呼召我们要和他同行。 这个地方主耶稣呼召我们要同他同行。 不仅同行还是相同的速度同行。 不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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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记载主耶稣的服侍是非常忙碌 圣经记载主耶稣的服侍是非常忙碌 但是他处处以父神的意念为意念 但是他处处以父神的意念为意念 他的GPS时刻和天上的父连在一起 他的GPS时刻和天上的父连在一起 当他行使五变二语的神迹的时候 是拿起变是举目望天向父神祷告 他在五变二语祝福的时候 拿起变向天上的父神祝福 他在克西玛丽院祷告的时候 他求的是不要成就我的意思 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他说任何事情都是为了父神的荣耀 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 他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父神的荣耀 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 即使他经历了十字架的痛苦 我们所知道的十字架七言的最后一句 我们知道十字架七言的最后一句 他说父啊 他说父啊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 可见他时时刻刻都是连接于父神 可见他时刻都是连接父神 这是有头 这个是有头 此次他有事 其次是他有罪 圣经中记载了耶稣用了三年多的时间 圣经记载耶稣用了三年的时间 完成了所有的福祉 完成了所有的福祉 他拣选了十二个门徒 他拣选了十二个门徒 好好地培训他们 好好地培训他们 他走遍了加利利的很多地方 也去了耶路撒冷 他走遍了加利利的很多地方 也都去了耶路撒冷 他完成了旧约圣经 对这个里塞亚的所有的预言 他完成了圣经当中 里塞亚的所有预言 但是圣经当中 没有一处提到我们主耶稣基督 非常匆匆忙忙地 从一个地方赶到另外一个地方 但是圣经没有描述到 所有耶稣和一个地方 匆匆忙忙地赶到两个地方 相反我们尽量在圣经当中看到 相反我们经常在圣经中看到 主耶稣基督在非常忙碌的时候 他都抽出时间与父神亲近去祷告 我们看到 无论是几个忙碌的时候 主耶稣都抽出时间与父神交通 即使是在暴风雨的船上 即使是在暴风雨的船上 主耶稣竟然还是安然入睡 主耶稣依然可以安然入睡 所以主耶稣的节奏是有头有序 所以主耶稣的节奏是有头有序的 我们需要跟上主耶稣的有头有序 我们需要跟上主耶稣的有头有序 简单的总结就是这两点 简单的总结就是这两点 我们首先跟耶稣有同样的方向 我们首先要跟主耶稣有同样的方向 同样的方向就是找到宅门进入永生 同样的方向就是找到责民进入永生 其次我们要找到跟耶稣一样的速度 其次我们要找到跟主耶稣一样的速度 我们要与主同行 我们与主同行 我们与主同行要不快不慢 要和主耶稣的速度是一样 要与主耶稣的速度一样 很多时候神的时间还没到 我们都跑在前面了 很多时候神的时候还没到 我们就跑在前头 我们不能跑在神的前面 否则会累得要命 我们不可以跑在神的前面 如果不是的话就一定很累 当然我们也不能够懒散不动 当然我们也不能懒散不动 好像就躺在这个得救的功劳部上 就好像躺在得救的功劳部上 不再做功了 不再做功了 我们要与主同行 我们要与主同行 我们要明白主耶稣的节奏 我们要明白主耶稣的节奏 我们要跟上主耶稣的节奏 我们要跟上主耶稣的节奏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有时在时光当中非常忙碌 我们有时在时光当中非常忙碌 但是总体下来好像没有什么效果 但是总体下来好像没有什么效果 原因我们都是在用力 原因都是我们在用力 在拼命的奔跑 在拼命的跑 我们不一定与主耶稣同向 不一定跟主耶稣同树 我们跟主耶稣不一定是同速和同方向 我们即便在一个团体当中 我们有的向东 有的可能是向西 即使我们在一个同一个团体里面 有人都向东 有人向西 我们有时候是在教会里是一个样子 到工作时候又是另外一个样子 有时我们在教会是一个样子 回到公司里面 又是另一个样子 我们的信仰在家庭生活当中 也没有表现出来 我们的信仰在家庭生活当中 有没有比较出来呢 当我们的节奏出问题的时候 当我们的节奏出问题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原地打转 我们会过得非常辛苦 我们会过得非常辛苦 我们一定要找到主耶稣带领的节奏 我们一定要找到主耶稣带领的节奏 主耶稣做事有头有序 主耶稣做事有头有序 我们的生活无头无序的时候 一定是跟随主耶稣的节奏出问题了 我们的生活有头无序的时候 一定是跟随主耶稣的节奏出了问题 我们现在再看第三点 耶稣是共恶的主 我们现在看第三点 耶稣是共恶的主 我们能够享受平安 我们能够享受平安 我们注意看看这个29节30节 我们看下29节和30节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厄 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30节 因为我的厄是容易的 我的淡子是轻省的 在这个地方两次提到了我的恶 这个地方两次提到我的厄 这个地方说我的厄是容易的 这个地方说我的厄是容易的 然后提到了这个地方 我的淡子是清醒的 也都说我的淡子是轻省的 圣经没有讲厄是容易的 圣经没有讲厄是容易的 也没有讲淡子是轻省的 也都没有讲淡子是轻省的 但这个地方说我的厄是容易的 但这个地方说我的厄是容易的 我的淡子是轻省的 那怎么理解呢 怎么理解呢 原来当我们跟主耶稣 同父一恶 相同速度前行的时候 当我们与主耶稣同父一恶 互相同行的时候 主耶稣通过厄已经把所有的重担 已经是承担了 主耶稣通过厄已经将所有的重担 承担了 所以我们就感觉到容易多了 清醒多了 所以我们就感觉到容易 容易很多 轻省很多 这个厄不仅是关乎生命 也是关乎生活 这个厄不单主关乎生命 也都关乎生活 诗篇68-19节说 诗篇68章19节说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 就是拯救我们的神 是应当清重的 神是拯救我们的神 神是拯救我们的神 他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 新月圣经彼得前书五章七节也说 新月圣经彼得前书五章七节也说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谢给神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谢给神 因为祂顾念你们 你看圣经的经文已经告诉我 神是承担了这些重担 圣经也都告诉我们 神是承担重担的 我们也知道以赛亚书五章三章也说 我们知道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也说 他承认担当了我们的忧虑 他承认担当我们的忧虑 背负我们的痛苦 背负我们的痛苦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 因他受的变伤我们的医治 因他受的变伤我们的医治 大家有没有看见 大家有没有看见 无论是在生命还是生活的领域 无论是生命还是生活的领域 其实我们一些不能承担的重负忧虑 都可以给我们共恶的神 共恶的主 我们的担忧 我们的负累都可以交给我们 同恩厄的主我们的神 这是我们信仰当中的一个秘诀 这个是我们信仰当中的一个秘诀 为了能够更好地表明 我们如何与主共恶得安息 我们为了更好地表现 表示我们是如何和主共享安息 我现在做一个图形跟大家分享 我现在做了一个图形跟大家分享 我用两个语言分别代表人的国度和神的国度 我们分别用两个语言来代表人的国度和神的国度 左边的两个语言表明神的国度 是我们人的国度的一部分 里边的语言是神的国度 表示人的国度的一部分 这可能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弟兄姊妹的实际生活状态 这个也好像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实际的生活状态 你不能说他的生活当中没有神国的成分 你不可以说他生活当中没有神国的存在 但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自己 小小的部分 但其实就是一个很小的部分 也许就是主日的时候 在教会的时候才想起神的国度 或者就是在教会的时候 在主义的时候想起一个主的存在 工作的时候有吗 工作的时候有没有呢 不一定 不一定 亲子教育建造家庭的时候 用神国的方法还是用人的方法 在亲子教育的时候 是用人的方法还是用神的方法呢 恐怕很多时候都是用人的方法 恐怕很多时候都是用人的方法 现在我们建议第二种图形 我们现在看到第二种图形 因为这第一种图形 神的国度只是人国度的一部分 因为第一种图形 神国度只是人国度的一部分 我们希望神是进入人的这个节奏 我们希望神是进入人的节奏 我们人没有很好地进入神的节奏 我们人不要好好地进入神的节奏 我们不得节奏难享平安 所以我们的信仰生活 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发生了 所以我们的信仰生活 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发生了 现在我们看第二种图形 第二种图形就是 人的国度是神的国度的一部分 第二种方法是人的角度 是神的角度的一部分 这就是圣经上说的 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这个就是圣经上面说的 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神的国是一切的包围 神的国是一切的包围 我自己的国度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自己的角度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们个人的成长 我们个人的成长 我们在群体当中的生活 都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们群体的生活 都是其中一部分 如何才能保证 我们时刻与主同恶呢 如何保证我们时刻与主同恶呢 如果把我的国度放在神的国度 如果把我的角度 放在神的角度 大家是否已经发现 大家有没有发现 就是把我们自己 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就是把我们的一生一世 都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让耶稣基督掌控 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部分 就是让主耶稣基督 掌握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部分 耶稣基督承担了 我们生活的重担和忧虑 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重担和忧虑 主是共恶的主 于是我们可以得享安息 于是我们可以得享安息 拥有在地如在天的平安 拥有了在地和在天的平安 这是我们在教会的学习 的成长当中 一定要抓住的秘诀 这是我们教会 在成长 这个我们教会里面 要抓住一个秘诀 如果你现在的状态 是左边的这个图形 如果你现在的状态 是左边的一个图形 你要改变自己的节奏 把自己调整为右边这个状态 你要改变自己的节奏 改变成右边这个图形 否则实在是难以得享平安 否则的话 很难得享平安 用英文来讲 用英文来讲就是 pace affects peace pace affects peace 节奏影响我们的平安 节奏影响我们的平安 大家知道我们教会有 CROSS的这个培训教导系统 大家知道我们教会有一个 CROSS的培养教育科程 其实这个培训教导系统 最终是解决的是这个节奏的问题 这个教导系统最终是解决一个节奏的问题 我们从9月份开始 我们CROSS会讲S这个部分 从9月份开始 我们会讲S这个部分 S这部分包括两块 一个是关乎个人节奏的服饰 S有两部分的节奏 一个是关乎个人的节奏部分 另外是关乎群体节奏的服饰 另外一个是群体节奏的服饰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个人节奏部分 大家有没有看到个人节奏这个部分 in him, through him, from him, to him in him, free him, from him and to him 你看,这个都是指的是与主耶稣同行同恶 这个部分都是指与主耶稣同行同厄 不仅是在方向上跟他一致 更是在速度上跟他一致 更加是在速度上跟他一致 我们相信当我们把握住这个节奏以后 我们相信在我们把握这个节奏的时候 我们就找到了个人服饰的秘诀 我们就会找到个人服饰的秘诀 能够得到服饰的平安和喜乐 能够得享服饰的平安和喜乐 我们服饰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节奏 我们服饰不仅是因为个人的节奏 神其实把我们放在一个群体当中 我们要带着自己的节奏 更加是将我们放在一个群体当中 带出自己的节奏 我们教会不断地讲这个家庭里面 要应该怎么做 我们教会不断地在家庭里面应该怎么做 家庭里面我们说是天堂留家 我们讲家庭是天堂留家 就是把天堂的美好留在家中 意思是要把天堂的美好留在家中 你如果要讲天堂的美好留在家中 你应该是什么样的节奏与主同行呢? 如果说要天堂留在家中 你应该是要以怎样的节奏与主同行呢? 我相信你与配偶的配搭 和与孩子的亲密关系 将大大的不一样 我想如果是这样 你跟配偶和子女的节奏 应该是大大的有不同 我们为什么不断地提 要职场点灯呢? 我们不断地提 要职场点灯 其实就是不断地提醒自己 不要把耶稣基督关在公司门外 其实就是不断地提醒我们 不要将主耶稣关在公司的门外 你要不断地把自己个人的国度 放在神的国度里面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你要将自己的角度放在神的角度里面成为一个部分 我们也谈到小家小祖 我们也讲到小家小祖 我们在彼此的帮助当中 我们在彼此的帮助当中 学习与主同行 学习与主同行 这样也可以帮助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找到这个子门 这样神的国度才可以通过我们去扩张 这样神的角度才可以通过我们去扩张 网络宣教也是如此 网络宣教也是这样 我们要找到那个天国的节奏 我们也要找到天国的节奏 否则我们收获的就是不平安 否则我们收获的就是不平安 所以作为今天讲道的一个总结 所以作为今天讲道的总结 我们要特别地明白主耶稣是启示祂给我们的主 我们特别要明白主耶稣是启示给我们的主 这是关于神的恩典grace我们要看见 这是关于神的恩典我们要看见 此次我们要明白主耶稣是呼召我们的主 其实我们要知道主耶稣是呼召我们的主 祂不仅呼召我们进入永生 祂不仅呼召我们进入永生 更是在生活的层面呼召我们与祂同行 更是呼召我们在生活的层面上与祂同行 这是关于节奏pace 这是关于节奏 我们一定要跟上 最后我们谈到了耶稣基督是公恶的主 他担当了我们的负担 背负了我们的重任 他担当我们的重担 背负我们的重任 我们要把自己住在祂掌管的国度里面 我们要把自己住在祂掌管的角度里面 享受祂承担我们的重担 让我们可以享受安息 享受平安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们要时常的问自己 我们要经常问一下自己 我们在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 是否有时候经历不平安的时候 有没有经历过不平安的时候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 要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节奏 要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节奏 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愿神带领我们 让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 亲爱的阿爸父神 我在这个地方首先是呼召那些 没有认识你的人 我们首先在这里呼召那些 还没有认识你的人 你通过你的儿子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显示给我们 你通过你的儿子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向我们显现出来 你把天国生命的门向我们打开 你把天国生命的门向我们打开 如果在座的是没有信主的话 如果在座的还有未生主的话 你可以今天你说我看见了 你可以今天说我看见了 我决定要选这个窄门 我决定要选这个窄门 我要选择信耶稣基督进入永生 我要选择耶稣基督进入永生 如果你有这个感动的话 如果你有这个感动的话 你在屏幕的右边你可以举手 在屏幕的右边你可以举手 然后要求教会同工和你祷告 要求教会同工向你祷告 教会的墓长就会跟进你 教会的同工牧长会跟进 我们一定要在生命当中得着 我们一定要在生命当中得着 我们更要在生活当中 要紧紧地跟随主耶稣的步伐 当主耶稣跟我们同行的时候 当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行的时候 我们一切就会顺利享受平安 我们一切就会顺利享受平安 我们真是愿意主耶稣给我们更多的智慧 我们真是愿意主耶稣给我们更多的智慧 愿意圣灵不断的启示我 愿意圣灵不断的启示我 反思我生命当中按照自己的血气所走的地方 我们正是靠着主耶稣的大能大力 指导我们行的道路 我们真的靠着主耶稣知道我们的大能大力 知道我们应该走的方向 让我们每个人都得享这些服侍的秘诀 让我们每个人都得享服侍的秘诀 找到我们生活当中信仰当中的节奏 找到我们生活当中信仰当中的节奏 让我们得着平安 让我们得着平安 以上祷告感恩的是奉我祖基督耶稣的名求 以上祷告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